荒野独居最新一季开播 大佬抓鱼抓到手软 此时外面温度零下20度 他却在庇护所里吃着烤鱼 别人荒野求生一天饿酒顿 而他却是来度假的 时间来到第19天 今天刮起了大风 梅特一早醒来都感觉昨晚冷到牙齿都要震碎 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庇护被大风刮走 手里拿着电话 随时都想要订外卖 他来到外面将庇护所加固 用绳子固定住帐篷 天气好的时候再摆烂 现在就来用绳子固定 弄完之后赶紧躲回庇护所 这真是冷到嗨兜阵 前两天花时间搭建的壁炉 现在感觉根本起不到作用 现在冬天才刚刚开始 梅特把血覆盖在庇护所的缝隙上 我第一次见选手用血来填补缝隙的 而且还把它涂抹在壁炉上 我怀疑梅特的脑子里没有脑子 庇护所外面的血已经到达5厘米后 科劳斯走出庇护所观察 看到了北极圈芬兰真正的面目 他砍伐了一些树木 将它压在庇护所上 然后也用绳子绑起来 嗨老做事真是有一套 乌里克这边的小帐篷也好不了哪里去 他非常担心大血会漏进来 外面的血已经非常厚了 他在庇护所里升起一堆火 把臭脚丫直接放在火上烤 鞋子也烤一下穿起来更舒服 安妮这边一直躲在庇护所里 除了出去拉屎拉尿 她的袜子出现了一个大洞 用余线修补洞口消磨时间 场上四位选手都是帐篷庇护所 唯一搭建好台显庇护所的索轮被扼退赛了 留下的都是菜鸡护卓 梅特把温度拿出来测量体温 温度竟然高达39.3度 庇护所里已经空空如也 梅特担心找不到干柴来取暖 这是他鞋带来的卫生物品 梅特把姨妈金用来点火 但效果不是很好 坚持了好一会 才把火给点燃 壁炉的火烧得非常大 一下子感觉暖和了很多 科劳斯现在是最爽的 他的庇护所里木柴最多 成一周不是问题 科劳斯拥有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 从小就喜欢到野外露营 在野雪山底下待过三个月 对于这次挑战他比较有信心 庇护所外面的风吹得非常大 下雪不要紧最怕就是吹大风 乌里克要去检查一下三脚架 那是他放网的重要装置 现在的风浪非常大 有没有鱼都很难说 乌里克把三脚架搬到岸上 他拉起鱼网并没有看到鱼 摄影机也没眼睛了 果然真的一点收获都没有 现在他又要去检查钓鱼竿 他来到岸边提起鱼竿时 竟然钓起一扎草 这真是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倒霉到家了 此时的风浪非常大 能钓到草也算一种运气了 乌里克在回去的路上 看到地上有走过的痕迹 他猜测可能是狼 或者是一个大狐狸 乌里克沿着痕迹一直跟去 大概是沿着岸边方向走去了 梅特决定不再使用壁炉 因为他的壁护还没有完善好 外面已经开始下雨 雨水会直接淋湿火坑 这阿婆真是来这里沾名额的 庇护所内到处漏风 梅特打算制造一扇门 他砍伐了一些树枝 收集了一些苔藓 弄了一个树枝框架 然后把苔藓塞进防水部里面 这样看起来会好很多 在庇护所里面听到很大的下雨声 可以感觉到外面非常冷 但这山厚重的门给了他安全感 梅特现在连撒尿都不敢出去了 直接在庇护所里解决 克劳斯发现庇护所顶部漏风 他想要改造一下 来到岸边收起之前放的绳子 外面的风非常大 克劳斯砍伐了一些木头 继续加固庇护所 乌里克蹲在庇护所外面 他觉得庇护所非常不安全 想要重新加固一下庇护所 一下子所有的选手都在加固庇护所 但所有的加固方式都一样 因为大家都是搭建帐篷庇护所 克劳斯加固完庇护所后 也感觉好了很多 最起码不用担心 庇护所被大风吹倒 希望天气尽快好起来 只有安妮一直躲在庇护所里 因为他提早完成了庇护所的加固 全木头的机构根本不怕吹大风 庇护所里还有火坑 这样的庇护所感觉到非常暖和 外面的天气非常差 安妮一整天都是躲在庇护所里取暖 所有选手今天都没有吃饭 乌里克烧热石头来烫脚 这样的取暖方式还是挺着用的 每个人都在庇护所里 期待时间快点过去 没吃完饭就早点睡觉 梦里或许会有激素炸鸡池 时间来到第二十天 梅特一觉醒来感觉都变了 昨天的雪都消失了 安妮早早出来晒太阳 每个人都开心了起来 今天的好天气治愈了所有选手 安妮非常怀念她的母亲 因为今天是她母亲的生日 但自己无法和母亲一起过生日 科劳斯庆幸自己躲过一劫 昨天绑了大量的绳子 来固定庇护所 现在她又将绳子解开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她以为冬天过去了吗 科劳斯穿裤子的时候 皮带一周打一个星孔 不仅是她瘦 乌里克也瘦得像个猴子 她现在都要穿秋裤了 梅特现在感到非常口渴 她想要煮一锅热水来喝 昨天喝了一天的冷水 梅特把火升起来后 把袜子挂在上面烤 她拿起来检查的时候 不小心掉下火坑里 还好没什么损失 随时下一秒又掉了下去 阿婆你要是不灵活 就回家吃激素炸鸡 乌里克在岸边整理法子 这个法子是她大宝贝 出水撒网全靠她了 在整理法子的时候 突然被开始抽搐 她知道这是饥饿造成的 乌里克急需吃到食物 科劳斯在庇护所里非常纠结 因为她最开始带来的鱼网 没法整理好 钓鱼也一直没成功 前几天节目组给他们 发放了一张新鱼网 但她还并不想这么快用它 所以现在还是以钓鱼为主 在开局之前 克劳斯就选了一盒鱼钩作为工具 但一直没有钓到鱼 今天他又拿着鱼钩出去钓鱼 他来到一个急流的河段尝试 或许这里的机会会更大些 克劳斯在这里尝试钓鱼 但发现并没有鱼咬口 他来到另一个位置 继续尝试钓鱼 很快就钓到了一条鱼 虽然个头比较小 但也给了克劳斯很大信心 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 马上回庇护所准备晚餐 乌里克在岸边检查鱼网 他决定把网收起来看看 乌里克把鱼网拉起来 上面挂着非常多水草 就是没有看到鱼 乌里克看到网上挂着一条死鱼 看样子是死了好几天了 好在还能抓到一条死鱼 乌里克继续收网 又被他抓到了一条大尊鱼 今天乌里克收获非常大 总共收获了三条死鱼 乌里克继续下水把网放好 今天的收获真是大呀 这起鱼足够他吃好几天了 梅特也拿着鱼竿在许愿 这个阿婆在疯狂吸收太阳的能量 几个小时后就打满了鸡血 她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干嘛 原本在家里做个富婆非常享受 现在每天都为一条鱼想到发疯 说着说着一下子情绪就上来了 就好像我欺负她一样 安妮来到岸边打水 你奶奶割腿的剥我干啥 安妮坐在庇护所旁边晒太阳 她觉得庇护所还要改造 一下子又做起了小木工 安妮的庇护所被完善得非常好 又找来一个动物头骨当装饰 把骨头挂在庇护所门口 克劳斯拿着钓到的鱼在这里欣赏 最后还是决定烤来吃 今天收回虽然少 但看着火堆上的烤鱼 足够让他留一大哈喇子了 鱼肉吃起来非常香 真的一点度不想浪费 乌里克今天收获了九条鱼 这些鱼够他生活很久了 一下子报复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要是我的话 就把他们做成烟熏鱼 每天只吃一条 乌里克把一条鱼切开两半拿来烤 很久没有大口吃肉的感觉了 乌里克今晚是最幸福的 这也是他最丰盛的晚餐 今天钓鱼的已经在吃饭了 没钓鱼的选手只能吃空气 安妮也使用石头来取暖 乌里克现在还有很多鱼 接下来他打算花更多时间狩猎 时间来到第二十一天 克劳斯一早醒来 感觉今天冷了很多 他走出庇护所观察 发现树叶已经变白 河流逐渐开始截出冰层 湖水要开始结冰了 安妮醒来发现庇护所帐篷上结冰了 庇护所里面就像一个冰箱 起床后他想要钓鱼 发现鱼线都被冻住了 这根本无法使用 鱼杆上都是冰晶 看样子是被冻坏了 安妮不知道其他人过得怎样 反正自己就过得不如狗 梅特醒来想喝点水 发现水杯又被冻住了 他想要在庇护所里生活 你生活就生活呀 在这里说个不听啥意思呀 在庇护所外面活动身体 他奶奶个腿的 实在没活干就别在这浪费镜头 梅特来到岸边捡了一些石头 想要搭建第二个壁炉 在庇护所内多弄一个火坑 趁着现在有时间 他在附近收集了不少木柴 火堆上方有一个缺口 烟雾可以从这里排出 阿婆在庇护所内升起一堆火 一下子就感觉暖了很多 火在庇护所里烧得非常旺盛 烟雾从屋顶不断排出 整体效果还是挺好的 希望今晚不要再被冷到嗨兜阵吧 乌里克的手指都变得僵硬 升个火都难 他选了几根大木头 将它平整铺在地上 然后在旁边挖一个深坑 应该是想要做一个巨大的火坑取暖 他把昨晚只剩的鱼渣拿出庇护所 然后继续挖坑 火坑越大储存的木炭就越多 这样晚上的保暖效果就会越好 把挖出来的土倒在外面 这些土留着以后有用 很快他就挖出了一个大坑 顺便在庇护所底部挖个凹槽 可以让空气进入 这个工程造的麻溜 乌里克在坑上排一排木棍 然后在边缘铺上一层泥土 他奶奶个腿的 真的是造了一个屎坑 又在上面塞满石头 这个嗨老究竟要干嘛 一转眼节目组又出现了 他们来给选手检查身体 这才20天而已 节目组一个月来几次 我真是服了这次的节目组 乌里克给节目组展示了 他刚挖出来的屎坑 有了这个屎坑 即使外面下再大的血都不怕拉稀了 七体可以从地道排出庇护所 安妮这边拉着我要展示他的庇护所 在庇护所外面 能直接看到里面的火堆 你肯定猜不到这是什么 这个竟然是庇护所的烟囱 这你受得了吗 还能当窗户使用 乌里克这边继续完善他的屎坑 用木架做结构 石头做装饰 为了能拉屎顺利 他竟然还在上面生火 原来他做的是一个火坑 这你受得了吗 上面搭起木架用来烧水 火在石头上烧得非常旺盛 昨天还剩下很多鱼 这么冷的天气根本不怕变质 每天烤一条当午餐 现在过得最舒服就是乌里克 有鱼吃有水喝 庇护所又还不错 照这么发展下去 乌里克成为冠军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荒野独居有个特点 通常不是过得最好的当冠军 希望乌里克不要吃饱了 就想回家和老婆打泡吧 克劳斯也在庇护所里生起一堆火 但是他和乌里克不同的是 人家是在烤鱼吃 而他是在煮水喝 梅特这边今天挖了几个火坑 每天晚上冷到还都震 他烧了一些石头来取暖 希望今晚能睡个好觉 全世界就乌里克有晚餐吃 今晚的烤鱼吃得非常香 吃完一条再烤一条吃 回忆起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亲手搭建了庇护所 又制作了法子抓鱼 今晚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全靠自己的努力 反正现在他是非常喜欢待在这里的 时间来到第二十二天 今天的天气非常差 乌里克听到外面下雪 他根本就不想起床 反正现在一点都不饿 他只想摆烂而已 天气这么冷 你摆烂我能忍 你那个木头打电话 订外卖算怎么个事 我真是服了这个阿婆 有时候我真的无法理解 选手们的行为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 看来这些嗨老 今天又是一天没事干了 乌里克这个嗨老 躲在被窝里 嘴里一直说着 要出去狩猎 反正就看着他很傻 梅特的外卖也订好了 克劳斯此时非常饿 他提着鱼竿出去钓鱼 这么冷的天真是拼命 很快就钓到了一条鱼 这运气是真的好 今天的晚餐又有着落了 今天收获了两条鱼 安妮起床后 看到附近都是雪 他拿着铲子出来打扫卫生 在木头拉了一泡尿 黄色的非常骚气 乌里克非常担心狐狸偷吃他的鱼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乌里克一下子就会回到解放前 他必须要检查一下 打开防水布后 发现鱼还在里面躺着 他拿起一条鱼回去当晚餐 冰箱里还剩下六条鱼 还可以继续躺一周 梅特在庇护所里感觉非常冷 他制造的门已经出现积水 阿婆把帐篷上的雪弄掉 因为雪融化会吸热 弄完之后又躲在庇护所里睡懒觉了 乌里克现在非常想念家人 砸了这事 吃饱没事干发神经吗 梅特又拿出家人的照片来看 这个阿婆一直在挨饿中 除了吃过几个锅草 就没见过他钓过几次鱼 这样的选手每一季都能出现 目前就是两男两女争夺赛季冠军 目前两个男选手都能吃上鱼 如果后面被女的拿下冠军 这估计会让很多老哥喷血 很快节目组的船又出现在这里了 我真他妈服了这些嗨老 究竟是选手搞事情 还是节目组闲得蛋疼呢 每一位选手都有退出的可能 荒野独居丛林都是意想不到的结果 医生又来了 隔三差五就来给选手检查身体 我真的服了这次的节目组 梅特说自己在这里感觉很冷 还没开始检查 梅特就说不想待在这里了 所以他选择退赛回家 我对这个阿婆很无语 来这里就搭建了一个庇护所 一直没有狩猎到动物 纯属是来这里打酱油领公司的 现场还剩下三位选手 时间来到第二十三天 美少妇安妮一早起床干活 她需要收集大量的柴火 柴火是他们在这里取暖的物品 今天天气还算不错 克劳斯也出来收集木柴 三位选手都做着同样的事 他们需要的木柴越来越多 安妮收集了几十斤木柴 她回到庇护所里 在铁锅里放了一些米 我他妈惊呆了 荒野独居选手煮饭吃 安妮使用了她的应急口粮 每位选手都能带一些应急口粮 但我还是第一次见选手吃口粮的 难怪这个婆娘最近一直没有出去钓鱼 原来有带来口粮吃 她这么一搞 我一下子不知道 谁才是过得最舒服的选手了 克劳斯目前是最积极获取失误的选手 他几乎每天都去岸边钓鱼 作为一个钓鱼佬 老婆可以不要 但是每天必须要钓十个小时鱼 乌里克现在是度假期 他每天只需要收集足够的木柴取暖即可 上船抓的鱼现在都还没吃完 乌里克再给庇护所搭建一张床 这样晚上睡着会更暖和一些 就目前来看 还是乌里克的胜算最大 这张床目前改善了他的生活 时间来到第24天 乌里克听到外面有动物喘气的声音 他要去检查一下冰箱里的鱼 如果真的被狐狸偷走 那就亏大发了 克劳斯这边也听到了动物的脚步声 很有可能是棕熊的来过这里 他在附近到处观察 发现一群驯鹿在这里 很可惜这些嗨老并不会受敛 安妮起床后来到外面 看到太阳太高兴了 闭着眼睛在充电 一会又在这里发神经了 克劳斯现在感觉非常饿 他很想要吃到东西 之前有胆结时 他很怕再次出现健康问题 安妮坐在地上晒太阳 前期抓到最多鱼的就是他 反而现在每天都在摆烂了 这妹子我有点看不懂 她拿出鱼网整理 可能是天冷的原因 她不想脱衣服下水放网吧 所以她制造了一艘法子 这妹子如果能用法子抓到鱼 很可能会出现逆袭的情况 安妮制作了一个船桨 法子成功将她扶起来 有了这个法子 她就不用每次脱衣服下水了 乌里克乘坐法子出去 但鱼网里并没有抓到鱼 今天的运气非常差 看来要考虑钓鱼吃了 安妮乘坐法子开始放网 鱼网放得足够深 希望这次能抓到鱼吃 一转眼节目组的船又出现了 她奶奶个腿的 这个节目组一集到底要来几次 他们来到了克劳斯的庇护所 有点疼痛 三四年前切出了胆结石 现在这里又像一块石头 在这里一样疼 医生给克劳斯检查身体 有时没事先量个血压再说 检查显示血压很好 她要打个电话问医生 我真是服了她 每次来检查身体 都要打电话问医生 干脆下次直接叫医生来检查 最后给出的答复了 可能是胃疼还可以继续留在这里 反正又不是医生疼 克劳斯不知道自己在这里 还能带多久 安妮也终于把网放好 乌里克今天抓不到鱼 心里烦得像个嗨一样 接下来选手们 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 期待下一集视频的更新吧